没错,看日处的日元是看性格的 与监睦五行为羊,为参天大树 代表了一个性格的光烈、耿直 代表了领导能力 因为是参天大树,可以照顾他人,有正义感 但是监睦是直白的,很直率便容易伤到其他人 有些人说,监睦是否又高又大? 不要搞错,监睦只不过是一个性格 不是一定高大的,我见到多少又肥又矮又丑的 是监睦才可以 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想象力 监睦是很重要的 监睦是自然向羊而生长的树 他这种是这么大的树木 是有很强的生命力给大家的 尤其监睦越长越大 他就很喜欢在他身上摆东西 他是一种非常喜欢去投资自己 自我去装备的一个人 明白吗? 监睦是因为他不断地生长 他是一个永恒的学习者 所以,我是很喜欢监睦的这种学习精神 因为他有很强的生命力 这种特征在里面 我们叫做 Light Time Learners 是什么意思? 永远的学习者 这个应该是监睦出来的特征 所以 监睦不断地生长 但大家知道一个树木不断地生长的时候 他有很多丫、叉、叉、叉的生长 所以他需要被人磨练 被人磨练 被人磨练 是不漂亮的 所以监睦有一种精神叫做 越困难,反而越挫越勇 越挫越勇 这是非常好的 你不要轻易地倒下来 知道吗? 你能够在困难里面每一次的成长 都是反馈你的认知 令到只要你恢复了之后 你是能够得到很多的能量 所以监睦的人,我是建议 就算有困难也无所谓 只要是反馈令人 将你的丫叉串 令到你长得更加好看 所以我喜欢监睦 监睦的这种学习能力 另外就是 监睦因为他很直率 所以监睦的人 亦都是比较容易固执的 尤其是年轻的监睦 都是自己认为的事情 是很坚持去做的 但是你容易推倒一棵树 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不要轻易打算去改变监睦 监睦有这么强的自我 见地 那种挖强 你怎样去扔它 所以只能够慢慢去教导 不要想着他一下子就可以变通 这种固执的就是 虽然是终身的学习者 但是有时候 他走偏了 我要抵抗他 我都要不断地教他 我修道之为教 大学中庸里面 中庸的开篇三句话 好